谢谢两位 她开过什么空投支票 你说 有一次吧 我们学校嘛 就是流传说 因为我学校比较偏 离车站去我学校 还有一段时间 还要走路是吧 然后就那段时间 有流行说 有那种变态 去飞离那种女生 然后我特害怕 我就跟她说了 害怕一个人走夜路是吧 她当时给我挺贴心的感觉 她说没关系的 你害怕我陪你走 然后有一次 她把电影票 场次订得特别迟 我算了一下时间 差不多11点 我才能到学校呀 我就跟她说了 那太迟了 我不想一个人走夜路 我害怕 她说她一定会送我回学校 她再回学校的 结果好了 回来的路上 快到她学校的时候 她就起身要走了 你知道吧 我拉着她说 你不是说要送我回学校的吗 她就说 她有事情要先走了 然后我最后只能 自己一个人回学校 在公交上 我所有一直跟我打电话 我也没办法 他们一直吹着我回去 你就是从来没有 考虑过我的安慰 我碰到一群 骑摩托车的男生 他们在那里骑摩托车 就那种很吓人的转 还在那里一直吹口哨 我赶紧我就跑了 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我的感受 我的安慰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情的话 这谁负责啊 我得找谁去啊 我可是个女生呀 我当时不是有立即 给你打电话了吗 但是你就耍了小孩子脾气 不接我电话 你还弄得我担心呢 我想如果你跟我接电话的话 一路上有人陪你讲电话 别人看你在讲电话的话 他也不敢对你怎么样啊 抢电话的就来了 来 接着说 还有别的吗 有 好 接着说 她上次 有次吧 我就是面试一个兼职 做家教 因为是比较私人 是不是要去人家家里面 那我路也不熟 然后我就比较怕嘛 毕竟我是个女生 我就跟她说了这件事 她答应得倒挺爽快的 好 第二天到了是吧 我还提早给她打电话 开始只是打不通 后面的时候 她居然是直接就关机了 最后我只能自己一个人 去面试了 我当时有设置闹钟 但闹钟没有想 这也不能怪我呀 手机 它是没电自动关机的 又是我把它按关机的 而且我后面也 也有给你回电话 她室友给我打电话 那时候我已经面试完了 中午十二点了 还有吗 还有 然后有一次吧 她就看到她朋友圈里面 有个人在秀恩爱 就一个男的 跟她朋友表白 然后她说 等我们一百天了 她要比人家更肉麻 结果吧 到了我们一百天的那一天 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情 放当做一回事 我就网上的时候 我才找她 我就说 你不是说好的秀恩爱呢 你的肉麻话呢 我当时在工作 你也知道 我在学校都经常出于 兼职赚钱的 老板走过来 我总不能让她看到我在玩手机吧 后面吧 她感觉我可能不太高兴了 发了条朋友圈 你知道她多敷衍吗 分享了一首歌 三个字把我给打发了 一百天 挺浪漫的呀 高度概括和总结嘛 但是说好的 晒幸福呢 谁看得懂她的一百天呢 你懂不懂啊 你懂我懂就行了 别人懂这个干嘛 看人家的朋友圈是怎么晒的呀 你不是要比人家更烂吗 还有别的吗 姑娘 我就跟她说 我挺喜欢咖啡厅那种氛围的 因为比较安静 可以看书 然后还可以拍照什么的 因为女生嘛 她说她也挺喜欢的 那我们两个就有共同爱好的是不是 后面吧 我好几次约她了去咖啡厅 她总是以各种理由推托我 知道吧 有一次我就实在忍不住 我就问她了 我就说 你是不愿意见我呢 还是不喜欢咖啡馆呢 她怎么说呢 你自己跟老师说 这咖啡馆有什么好的 限制那么多 整天一直在那边坐着 骨头不算 还不如回宿舍躺着 玩手机多好 是吧 她游戏都比我重要 对对对 她不仅对我这样你知道吧 她不仅对我出而反而 对我朋友也是这样 对你哪个朋友 对我一个学姐 她有一次她来我学校找我 然后刚好我是跟学姐 事前约好的 有事情因为学姐找我 那时候学姐刚好 在创办一个工作室 吉他室 然后她过来找我了 那我们三个人 就一起吃饭了是吧 然后她也知道学姐 刚事业起步 是不是需要帮忙 学姐让我帮她 拿着那个体验券 身边朋友发动一下 当时她都挺热情的 还帮人家自高奉扬的 说学姐我也要帮你做 然后她到她学校那边去 结果她回学校了 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你知道吧 一个月都没有人 来学姐那边体验 学姐当时就感觉 不太对劲了 然后就问她 这怎么回事 给她打电话 她说我给你做好了 那个体验券都填得很好 而且我还跟我们 学校的社团里面的人 一起合作说 把这个推出去 那社团里面 又有一个社长嘛 刚好那个人 跟学姐也认识 学姐就打电话问她 那个我那体验券 你知道吧 她说什么体验券 人家都根本就不知情 你知道吗 当时我在帮校园会 然后还有一些社团活动 我根本就忙不过来 我是准备等校园会 过后帮她宣传的 谁知道你学姐 那么教真 她打电话来调查我的 什么叫做教真啊 你诚心就是给人家的 事业上搞破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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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